白斬鸡龙虾还有年菜少不了的鲮鱼糯米饭总共7道菜 6人份的常温年菜8000元油找 冷冻年菜则有麻辣锅佛跳墙乌骨鸡汤和好兆头的元宝水饺 9道菜6999元 虽然今年物价飞涨但我们已提前布局 也因此今年年菜的价格维持去年的水准 六福集团10月底就开卖年菜 年底前下定还有早鸟折扣标榜今年不涨价 韩社集团也推常温年菜 佛跳墙糯米炒高蟹和牛小排 主妇们男料理的大菜 除夕夜当天可以献满献上桌 根据我们的观察呢 常温外带年菜的趋势的确有在逐年的增长 那目前跟冷冻年菜相比呢 大约是一半一半的比例 韩社集团旗下的米其林餐厅也推冷冻月室菜盆 有鲍鱼明虾猪脚等好料 要跟以往大家熟悉的佛跳墙PK 而台北福华饭店则是旗下的台菜 江浙菜月菜餐厅都推外带年菜 价格从四人份6288到六人份11888都有 迎接金虎年倒数两个月 想省时在家过好年 民众开始准备 各家年菜大战也开大 TVV圈中报道